歡迎大家回到約財經台的直播時間 我們的嘉賓換成我們研究部的高級分析員 黃偉豪Wafi Wafi 你好 你好 這一節跟大家跟進一下各別的股份 先講一下1070TCR多媒體 見到估計來說,今天跌得比較多 現在跌超過600% 最近3.82元 公司方面公佈了截至今年6月底半年以來 LCD電視機產品的銷量數據 見到增長了兩成 先問數據來說,又增長,而且增長了兩成 是否符合市場要求,還是有甚麼原因 今天反而要跌 以這個來說 雖然昨天出了數據 他就說回剛剛這半年裏面,相關LCD電視銷售的表現 如果以往年比較,6個月來說 增長超過兩成,去到20.7% 初步表面看,這個數據好像挺不錯 但為何今天回來,反而股價不斷在淡底或再穿下去 正正因為從昨天分析,751床圍都差不多 不要說只憑大數來說 反而判斷各別月度的表現 因為這20.7%的增長,某程度上 的確是其他管理程度說得明 幾大部份是因為第一季表現比較理想 是有一個大動 到第二季來說,特別是6月份來計 隨著之前5月尾完結的補貼政策之後 相關對其他LCD電視銷售的打擊都很大 變相以次季來說,其實他們是未達到他們原本的盈利預期 變相只是第一季做得好 賴到半年來計算,才有兩成的增長 但按個別季度來說也好 或者按個月度來說也好 無論第二季和6月份來說 其實的確是做得比較差 以至到今天股價跌正正就是這個主因 但當然,好像昨天所說 究竟未來有怎樣看 或者未來的銷售量 能不能夠補充上來 去一些合理一些 或者第一季的水平 我覺得也蠻違法 看看未來的政策是否出台之餘 更加來說 換相機電視機或家電的轉換性 有沒有加大化 所以一段來說 至於現在的情況來看 就叫穿了底 或者不斷走得比較差的時候 其實的確未必太過理想 甚至於昨天也說得明白 雖然現在猜測有沒有一些政策出來 但以這刻 當前的一些新的政府來說 的確未必那麼急於或迫切於 是在這個消費入面著手 或者有些甚麼新的政策 是會出來 所以現在和我的低利股份 就叫觀望著先 但我反應走勢來說 其實都不斷叫做穿下來的時候 現在比較難找到大的支持位 短期內我相信不能夠站在四元樓上 或者不能夠上四元樓上的時候 我相信這股份再次試下去 也不可能暫時 反而下面來算 如果要看 就是看齊頭位 大概三個半這位置 所以這股份來算 如果大家這刻手上沒有貨的話 就不太近 這位置那麼快到博反特入市 先和大家順便跟進 家電股整個版塊繼續新表現 看到創圍數碼 現在看到跌3% 在3.45 TCO當媒剛才提到跌超過6% 可以電器跌接近1% 正在12.06元 國美電器升兩仙 升幅接近3% 至於海信科龍 正在4.32元 正在1仙 接著轉聽聽家聯觀眾的電話 在旁邊就是范小姐 范小姐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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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問江修彤是嗎 我想問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價 我根本沒有貨 江修彤現在正在做11.74元 稍微跌超過4% 現代來說 今天看到的低位是11.7元 也是52周的低位 先問你江修彤怎樣看 以江銅來說 今天又要穿下去 因為始終都看到 特別近期 都在講國內 都開始想關閉一些 銅的野嶺產能 好一點 可能提高全球加工費 這些好像對江銅有利 但以實質的深入一點看 為何會有關閉的情況 或者等等的因素 我覺得不多不少 因為大家 有點擔心銅的需求問題 說不定 你看到這個消息出席後也好 但暫時的確對江銅的股價 也有太大的正面幫助 而且以勢頭來說 不斷看到股價是往下洩之餘 更加幾條平均線 其實依然不斷穿下去之餘 不斷默闊 暫時來看 我相信價格 未必有這麼大的反彈性 短期內不能上 10天線樓上 大概12.5樓上的時候 我相信價格依然是一個沉底的格局 所以如果生路上有貨或沒有貨 我第一點沒有貨的話 就不太建議這些位置考慮 反而有貨來計算 第一等逢高做減光的舉動 不要再加伸進去 如果股價有機會 是上大約12.5樓上 輕輕慢慢看看有沒有機會 上推20天線 大約13.2樓 去到這位置之後 初步叫做減光你的理想 始終整個細頭來看 都不算太漂亮 好 多謝了嘉玲觀眾的電話 請我轉聽一下謝小姐的電話 謝小姐 你好 你好 請問什麼股份 100-100 本身自己有沒有貨 我買了兩萬股是100-100 100-100元 好 見到現在是100-100 現在做4.52 下跌接近2% 今天創了52週的低位 4.46 見到今天 最近走勢越做越差 都是不停創減52週的低位 怎樣看這股份 監令觀眾有貨 要不應該找位指示 的確 如果以指示 其實應該這樣說 一早就應該做 因為如果以監令觀眾 如果沒有聽錯 賣入價 大約8元左右 其實這一刻就四個半左右 其實變相都可以這樣說 差不多 叫下跌了一半有多 所以如果要做指示 其實不斷說 就不是這些價位才考慮 但怎樣說都好 如果之前沒有去走貨 現在怎樣部署 我覺得這樣說 始終8元買 有2萬股在手 其實這樣說真句 數目都不是算少 我認為第一點建議 不要再買下去 不要再加太多 因為如果加下去的時候 我相信風險反而是更加之增大 因為始終自己不斷說 或者相信這一刻很多市場都這樣看 對待金價的看法 的確都未必太過理想 所以未必太過理想的時候 以招金來說 因為的確對股價中線來看 那個大動性的確沒什麼 所以反而這一點來說 的確不是太令到有吸引性 可以叫做再加伸進去 反而就要留意先 看看有沒有機會 雖然這樣說 金價看得差 但久不久都知道 股價跌到某些水位 一定有些技術的反彈 但後來每一次 承著這些反彈捕捉得比較漂亮 它就逐著逐著添出來 或者走完結貨 初步來說 看看有沒有機會 去到這些價位之後 如果未來有機會做反彈的時候 可以初步試回五個半左右 20天線 我覺得如果有機會打回五個半 就算不想走十兩萬股 起碼走近部分 逐步把虧損也好 或者所謂的負擔也好 減低一點 我覺得第一站以五個半左右 做一個小小沽貨的舉動 暫時以逢高減適的策略 反而剛才說得怎樣 不斷來說下面也好 不是太建議 再加伸進去 謝謝小沽的電話 轉看看電郵方面的查詢 這位姓鐘的朋友 我想問兩隻股份 都是問前景以及什麼價位進入 一隻是大快活52號 一隻是卓越653 我想問兩隻前景以及什麼價位買入 如果二選一的話 應該怎樣選擇 如果二選一來算 我會減分的趣也會好一點 因為以基本來說 兩隻都是本港的零售參股為先 如果真的撇除所有業務 只比較這刻的息率 或者股值的性質來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兩隻都算差不多 因為以現價PE大部就大約14、5倍 那息率是四里嶺 653翠也一樣 PE稍微高一點 18倍鬆一點 但息率也是四里嶺 其實以這個息率的角度看 其實是差不多的 如果以這一點來說 我覺得兩者都算是50、50 但以業務的增長來看也好 或者業務的性質上看也好 反而翠月我覺得 接下來的增長點會有在 因為以大部的理計 剛剛出的業績來說 其實增長不算太明顯 但我同業大家落資訊息之餘 近幾年來講 不斷記錄到 其實那個擴展不是太好 你可以說你現在是平穩 但平穩得少 沒有什麼兩點的時候 比上馬力的價值不是太高 所以第一點 這一點來說 大幅會稍微 我覺得不是太好建議 回到653翠月來計 增長有之餘 更加都記得到 其實他們的地位的選址也好 或者接下來他們做的銷售 都是一些女士的化妝品 用品為主的時候 慢慢都捨得到 其實那個需求性的一個帶動在 所以無論他們的產品的類別也好 以至剛才說的選址因素上也好 我覺得對中線來看 其實也有個不錯的看法 雖然二點一的話 簡直是翠月 粗步來看 大概1.3號2度 20天線都買下去 我覺得去到這位置買都可以 變相到射雞 移回大概過半樓上 做目標價線 反而下面來計算 大概1.2號2路這邊位 不穿下去 我覺得問題不是太大 但也不用那麼急刻地指示 謝謝Wafi 和大家跟進一眾的美容零售股 整個板塊最新表現 看到33方面現在跌1線 最新做7.34 至於歐蘇丹21.35 沒有升跌 澳斯方面跌超過1% 做4.22 中港照相做6.62 升近接近2% 這段時間差不多了 最後和Wafi做個申報 剛提及股份自己有沒有持有 沒有 謝謝Wafi 我們先去設陣 轉頭將會入五間總結的環節 和大家回顧上週大致方面的情況 以及個別高分的移動表現 稍後談過